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现在这个 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社会就是这个宗旨嘛 就是当初一百年前的选择 我们选择了革命 陈独秀讲的革命 没选择胡适的改良 结果没成 当然也成了 有的人现在还在捍卫 但是今天的情况下 我相信大家的共识是不要革命和改良 从改良的角度 很多人觉得没什么不同 据说 我这是网上看到的 我也没有求证 据说那天另外有个台在播去年的春晚 是吗 然后呢 说实力也超过两年 不是 没有超过 但有些家的老人家呢 就看错台了 照样在那里老泪纵横的感动 绝对 那就是说你要以这种心情来看 看不错变化 但是在你要是细心的看呢 还是有很多变化 首先第一个很多那种以前这个党啊党啊 辱资的那些那一排的这个军队的 就是每年出来的歌手 现在全部换上了各地选秀节目的导师 几大选秀节目的导师 除了纳英以外 全上 连主持人的导师 所以整个这个主要的这个唱歌的阵容 从原来的几大文工团的阵容 转变成各大电视台的民选阵容 那这是一个一个大大转变 政治色彩也在悄悄的简化 以前都有几代领导人啊 每一代的这个转变转变 这次就只剩下一个老阿姨 前面的就没有再这么数 这都是很小很小 你要很细心 还有以前你不能想象没有军队节目 没有农民节目 没有工人节目的 你会觉得春晚这个部门啊 你是一定要有一个军队守边疆啊 一定要有个车间怎么加班的 这次就没了 这次你就没有看到工农兵的单独的分了政治的节目 也照样可以行得通啊 他只要内容老百姓不是工人 就是农民就是当兵的 你只要给老百姓的生活照样都在 所以我觉得我个人觉得 我怎么听人家讲导演子 都怎么说这么轻 徐老师都憋着了 当时我一点好处都没有 我一边也是冯小高 一边看春晚一边徐老师微博即兴 跟看球一样 多看的时候我多是批评 多批评 但是呢最后我想想也不容易嘛 你仔细想想 他有那么一些悄悄的变化 有一些悄悄的变化 这种事情谁办都不容易 我原来说啊 就是你如果开一个方子 就跟春晚三十多年了 很多人就怨声载道 那就证明他有一种病态 那病态就是你开药方 你看你什么方子能治病 今天是没方子 就是沿袭旧方还是这个 那肯定是有问题 你开新方呢 我原来好像好几年前 我说过一回 我说无非有几个方式 第一个方式 就是你下一个制度性的命令 就是不管你多牛啊 上了春晚三年之内不能再上 再上第四年了 这样的话每个人会蓄积力量 对 准备好的节目 你比如说我们说啊 我们今天说这个都不是对节目 有什么意见 而是说形态 你比如这个 源头郭东霖 郭东霖和牛力的那个节目 那个节目跟前面的 就是几届的那种类似的小品 没有本质的区别 都是一样的 所以他们 包括他表述的方式干什么 都是可以想见的 我觉得像这种节目 不如去叙事待发 您得 比如就一规定 就是咱们今天春晚来一新规定 说这个 您上了 您天大的腕 三年以后见 拜拜 也别 我想死你们了 天天的都是这些人 他就 你看新面孔 每次春晚的好节目 一定是新面孔 不是老面孔 对不对 赵本山当年的新面孔 什么 这个 这个小沈阳的新面孔 包括刘谦的魔术的新面孔 都是新面孔 给你个 这个你的建议很好 这要滑线 这就像七上八下一样 这样就不得罪人了 你今年上来 三年就不上 对 或者两年不上 至少 或者至少隔年 你这个 你这个好人当的 一会三年两年 三年一年 就是得隔的时间长 是吧 这次那魔术 那小哥 不是 哎呦 我觉得也挺可怜的 就是说 穿帮了 穿帮 我倒不觉得 穿帮有什么事情 我只是觉得 他们这个导演组 这么没想象力 你就是顺乖 不是 就是以前那个叫什么 刘谦 刘谦 现在找一个就是 像刘谦这样的一个人 这个太没想象力了 他就不懂 这穿帮 穿帮多好 马上就说 我们诚信穿帮给你看 这魔术 有时候人家过去 他表演魔术 诚信穿两个帮 你看 你才乐呢 你穿从头到尾的 一头雾水 你不高兴 高兴的就是 我发现你漏洞了 穿就穿了吧 这魔术反正总有 你不穿 最后就让人扔路边 对不对 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刚才说的那是一计方子 另外我想还有一种方子也特别好 中国太大 太大了 你今天要做一台晚会 让所有人都适应 肯定是有问题的 对不对 你没就中口难调 那今天我们三十多年来 就是这样一个一个格局 那我为什么不能把它把中国化成块 中国我想一想大概至少化七块 你比如东北 西北 西南 华北 华东 华南 华中 这七块地方 七块轮值领衔 比如今年的春晚 就说你东北就是东北风 吹足了东北风 就跟你吃东北菜似的 去了以后 什么大锅炖之类的 你看着杀猪菜好玩 第二年 你得东北就没风了 第二年可能到西北风去了 对 一年 七年这国家大 轮回 就是你在你这个区里 把你的文化充分展现给全国 这样的话 可能他那个感受就不一样 我的想法是 你从初一 从初西到 比方说年初五 你六天 你每一天 就要一个台 也行 也行 就是说养成一个文化 不是一台 不要搞一个中心 对不对 你多远一点 让大家养成个习惯 从初一 初二 初三 你不要重复放那些节目 你就让别的台来 这有点出张 这个就是说 现在地方台力量都很大的 这个就是说最后要分家 是吗 所有现代社会大众传播的趋势 最后变成分众传播 对 那么春晚是维继着所谓老中青 中国人感情的最后一个 我觉得像很多事一样 就是我们老想最后大家在一块 大家在一块 但是也许将来会有一天 还不如各去各路 对吧 年轻人搞一个年轻人演唱会 老年人给你搞一个老年人的小品 戏曲折子戏晚会 对吧 但是他这个过年 中国人过年 就像你在看海外华人 他是不是也唯有这个时候 老中青一家人在这看着一块屏幕 应该有这个需要 对 他有这种就文化的这种认可 因为大家平时都比较矫情 对 到了这天大家都比较宽容 就说你看我在这 咱也别挑台了 就这一台是吧 唱京戏的 这小孩也得跟着听两句 说什么嘻哈包子铺的那种小品 老年人有时候都看不懂 反应不过来 他用的大量的时髦的新词 你都不知道 也不妨去看一看社会 还有这样一拨人的存在 其实每个人都有他存在的道理 只是我觉得我们今天 春晚越弄越重 越重就越变成一个叫什么国家项目 还是国家工程 我都不知道那词 对 是吧 就是给所有人一个极大的压力 你想想 冯小刚本来想到那轻松一家子去的 结果比拍个电影压力还大 所以做这个事确实不容易 对 我后来看到一些个报道 因为我本来我还有一种估计 我认为冯小刚去弄这个 但是一跟这个体制一接触 对 他一直都颓了 颓了之后 一冯小刚的性格很有可能爱谁谁吧 对吧 我管好我几节目 其他我不管 但是好像还不是 你看我听到他们有的人说 说接着一个歌的歌词 这一个字一个字的冯小刚给他们抠 包括主持人的串词的台本 就一次一次让他们重新来 重新来 就说明这个成功的导演还都是有一样 就是认真 肯定都是认真到底的 但是结果就说个话 结果就是缺乏亮点 缺乏亮点 最后你每个看都还可以 除了稍微有几个特别差的 那个叫口型的那些就特别差 但一般都还可以 但是最后让你想起来 你特别让缺乏亮点 尤其是看了索契 冬奥的开幕式以后 那这个感慨就是没得比 那真是如果讲国家项目 那真是没得比 那中国的经济这么兴旺 俄罗斯现在这么颓 可是那两台晚会那一比 俄罗斯的文化传统是悠久的 完全没得比 那这个我这个两个时间又这么近 就在一起看 那真是感慨万千 索契冬奥会 你的不能那么比 索契冬奥会跟这个 咱们的奥运会的开幕式 我有啊 我吃饺子的时候 有个记者采访 结果那个采访就弄上 凤凰网的头条去了 那个有的一比 非常精彩 最大的区别是 我们是从古代讲到1840年 之后呢 没了 一百多年现在没了 就一个林妙可的五星红旗 引风飘扬 我看他们讲撒谎的那一段的以后 我就在担心 他怎么写十月革命 可人家厉害 他就用一个抽象的 马亚科夫斯基的这样的一个 肖斯塔科威奇的这样一个 苏联的现代派的艺术的方法 展现他红色的时代 所以这个索契的这个冬奥会 而且他有几个点 你看他俄罗斯唱诗般的男生 唱他俄罗斯的国歌 还有最后那个安娜 你知道这个世界顶级的那个女高音 唱那个奥运的那个主题歌 对 那几个真是我这非常感佩 这个俄罗斯的经济是现在据说很差 没错 但是那台晚会 而且我觉得最大的 她的文化太厚 随便套着点都够 我觉得他最大的亮点 就是少一个那个圈 没打开 对 我觉得那玩也是世界唯一的一个有趣 你知道吗 出披露就变得很有意思 他很有趣 年年都出一个 那年温哥华那个 好像也出了一个什么披露 他们说奥迪隐形广告 对对对 枪枪三人形广告之后见 你说他这个春晚你说就少亮点 我说主要是笑点 不能笑 对 可是你知道冯小刚是个多么幽默的人 他私下里聊天满座大笑 我现在就觉得你看我说实在我对春晚 我两个很极端的体会 一个体会就是什么 中国太糟糕了 不是不是 就太就说这个人才 这个创造 对太差了 太差了 一个十几亿人的国家 你知道我曾经做过他们达人秀吗 那个时候要学习英国的达人秀 我老实讲就当时你真的觉得英国多少人口 中国多少人口 你就按这个人口比例出来的这种各种奇才异能之事 我好夸中国来说你也就是跟英国打一瓶手 实际都很难说 就不要说那么你比如一个春晚 咱就觉得全中国这么多人弄个小品 最后就比如说要靠赵本山 或者要靠一个 还有那相声你憋一年就憋不出几句好笑的话 我们还天天说 你一方面感觉 你一方面感觉是弱大中国为什么无人 我觉得不是无人 是压力 大部分人也不光是审查 大部分人上去那幽默感就丢了 没错 这就是马先生说的 我要说的第二点又是什么 我又觉得中国的这些演艺人 是天才 我相信美国人都比不过 因为什么 他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压力下 我有一句话就是叫什么 叫笑话太沉重 你比如今年的主持 他们都说好 我也觉得就说国立兄也很好 但是呢 讲太多 不是 轻松 轻松自然 比起以前的就已经算好了 至于说幽默 让人笑 这么想来着 但是你知道我是主持人 因为我是内行 所以我都能知道 一个话呀 被重复太多次 就没感觉 审过太多次 您知道为什么在这个春晚上 或者在中国的很多高堂之上 很难幽默吗 很难笑吗 对 中国人是很幽默的 但是为什么在那很难 我就给你举个很简单的 好比说你不能说 跟领导说 领导我想讲个笑话 我跟您说说 我这么讲行不行 让他们来 我说就改一改 那我这笑话再这么讲行不行 好 这么折腾过五四三番之后 自个就不想笑 你那个笑话 比砖头还要沉 你很明显的简单 这种演出来的轻松 这种省过了 这种咱们研究过了多少 其实咱们说这笑话 我认为咱们过去评价古话 讲究什么神妙能 有这个品 我觉得这个神品 这个笑话里边的神品是什么呢 说的人甚至没意识到 是在说笑话 大家就急性的自然的就笑了 这是神品 如果是太刻意的 你让大家笑也好 这叫能品 但是你看你比如像相上讲 现挂 这个很多时候就像马先生刚才讲的 出了纰漏 你允许不允许主持人 现场即兴的反应 说实在话 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凤凰的主持人不咋地 在台上说个话都 效果都很好 为什么 因为我们领导说实在话就不大管 写了一篇稿 你爱这么说 你就这么说 你不爱这么说 你改 我看 我看到你在国家歌剧院的开的玩笑 我心里就在想 刘长辣到也容忍你这样说话 对 就是因为你真正的 这个这个咱都知道 什么东西能让人笑 他就是很多时候是急性的 而且要顺着出来 顺着出来 这个感觉只有 还有呢 只有做主持 只有你站在台上 你就是知道 还有呢 他们要真的有交流 他问题是都是背出来的 你不能临时交流 他背一遍不可怕 可怕的是背若干扁 就没错 你知道那天于谦到我们这来 说郭德纲和于谦的这个相声 你以为他说我们俩上台之前 很多时候郭德纲就拿一小纸片 写这么几个梗干 他说60%都是现挂 甚至更多 现场说的 不是本来说郭德纲要上春晚 最后一档 让他随便说多久 说说多久的吗 原来是吗 有这么一个 造谣啊 这肯定不可能 所以你想说多久 说多久 可待不可能了 对对对 造谣啊 那是论秒计算 所以这也是个致命伤 就是什么东西 你非得按着那个时间掐 掐的所有人都特紧张 你不能拖别人的时间 你这个那个 你那个按秒去掐时间的话 那演出状态都不会太好 尤其原类的节目 这个哆哆说说呀 是出不来幽默 我再给他们导演组出个建议了 我这整天提建议 我觉得他们的观众互动啊 做的远不如我是歌手啊 这个这个中国好声音 那他不敢 中国好声音远是歌手 他又做很多的机器 所以他有很多观众的镜头 流眼泪啊 感动啊 这些反应 春晚的观众 我不知道他怎么选出来的 很少有对观众反应的镜头 首先首先 首先的人要听起过挑选 第二他是直播 那机器盯着您 您那什么 你在出点鬼脸 很麻烦 所以他都都是为了保险嘛 他这种就是 就算一等一的直播的时候 那所有人都在高度 代表代表我们国家的 这个一个 如果说一个形象的话 你演员那是政府 你观众才是民众 缺乏互动啊 在这个上 是是是 那个观众都因为都是 你看你看我是歌手这些 我不知道他怎么弄出来 他真搞得很多人在那里演泪 就是那个你上面唱 他在下面跟你一样唱 春晚里你能看到 一个这样的镜头都没有 对不对 据说那些镜头上春晚都是要 要劳动模范 或者要花很多钱 我不知道他那个 什么人能进去 我都 我都不知道 不至于花很多钱 这事不得可能 就是因为他是经过挑选的 这些人进去呢 也是在这种场合下 只要你坐在里头 你会 这个气场太大 他跟那个选秀那种节目的参与度 是不一样的 每个人到那坐下来 就是采取不参与的态度 是吧 为什么要有人领长 为什么你觉得不好笑 说那个他就 就觉得特好笑 那是因为有人在 但是我想说的是 有很多不能想象的事情 你如果变了 就可以想象 就好像说 我以前看每次春晚 有一个军队表演项目的时候 我都想象说 不能没有这个项目 没有这个项目 可能军队就会提意见 军队就没有了 没有人提意见啊 这是有啊 这什么红色娘子军啊 红色娘子军 他不是一个专门表现军队生活的一个小饼 他说的是现役军队 你以前每次都有一个吧 什么守卫啊 什么送饼啊 诸如此类 他们这个都是环节 都规定好的嘛 以前都有大块 他这样就没有了 所以徐老师看的仔细 我还真都没想过 对对对 徐老师看的 我就是觉得 就是你大体把握上呢 比过去松一些 因为你毕竟是有新导演的风格嘛 比过去松一些 那么我们只是希望未来越来越好 就是你以后能够把这个事吧 别掐的那么紧 出点纰漏没关系 三年来一次 你让大家高高兴兴的 就是你刚才说那个 就是那种现卦 我就碰见过一个事 这人上去以后说 我有一看家的笑话 我这笑话 各好笑 我轻易不拿出来 我告诉你吧 这有多好笑 我想起来 我自个都好笑 我现在开始说 可是我真的是给忘了 就是 他这就特别有意思 他其实后来我说 这是不是刻意 他不是 他就真忘了 所以到这就说不下去了 就给忘了 你知道 所以我认为很多时候 效果出不来啊 就是出在如临大敌 这四个字上 那老如临大敌啊 所有的事情 这就是说啊 让让笑话太沉重 你知道吗 就如临大敌 然后幽默一个 幽默一个 所以所以你知道 为什么就是相声 永远干不过小品 就小品呢 他上去以后 他他一会儿进入状态以后 他会轮圆了 就是尤其 你看这次那个 就是怎么当好人吧 这那个服 就那个那个 我不知道那 最挺好 这服不服 服不服是吧 他其中有一个转换 就是一开始呢 杰布卿 突然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 可以自己去重新演这一遍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演员都比较进入状态 所以他感觉就就比较好 那时候观众也非常有共鸣 才知道我们平常学坏 都是学来的 所以你也所以你也就知道 中国的这个演艺人员 某种程度上多么了不起 他是在你知道 因为我们这个社会传统啊 好多时候啊 他跟规律是反着的 比如说啊 你要娱乐大众啊 可是我这个体制的规律啊 是反娱乐的 为什么这么讲 比如说全世界都知道 笑话两件事 性和政治 所以为什么美国人 奥斯卡班将里 你看他讲的笑话 笑话很容易 但是呢 中国的这个娱乐人员啊 他是在去除了这些 没有这些 所以还能 接下来为您播出 文明启示录